第2章 講者 是 Roni Wang 第二章的講者是 Roni Wang 第二章的講者是 Roni Wang 我覺得有在關心臨時政府的人 應該要沒有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是誰吧 從那個新聞小幫手開始 然後到一連串的各種小幫手 都有他的蹤影 那最新的作品大概就是前一陣子 政治現金的部分 那其實我一直記得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 我跟老師你講小故事嗎 就是我當初認識他的時候 他才剛開始要開始要爬的資料 那那時候那個第3章市的那個 第3章市的那個 第3章市的那個 第3章市的那個資料 然後做個地圖網站 那第3章市他們過沒多久去開始 想說這樣早上不太好 尤其是被大家給罵罵罵臭頭之後 那我決定把一些資料改為阻檔 那我就跟羅琳說 那這些東西在的話 應該可以怎麼做怎麼做 結果他跟我講說他早就準備好了 他還全部卡下來了 直到他不想那麼快就把他丟出來 他把他那麼快丟出來之後 第3章市可能要 又會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從那時候我就知道 他是一個爬資料的高手 那他在接近預約的時候 也多次整天他的才華 和設計過一些 很多幫忙想遊戲 那今天下午 其實重點不在這邊 重點是他如何利用這邊 讓大家來共同協作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30分鐘 30分鐘包含Q&A 我希望他講快一點 所以我們會有多問題的問答 然後請大家直接歡迎 Ronnie Wong 好的 大家好 我是Ronnie Wong 那我的Kithub 我的Twitter 還有Gmail都是Ronnie Wong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做什麼發覺 或想要有關於我今天講的任何題目 或是說我之前做過的作品 之前有列述我之前做過的作品 或是這邊有任何的問題 要Email給我 盡量歡迎 那麼我是很愛爬資料的一個人 我其實爬資料真的就是 應該是時下登陸那次開始的 那一次我覺得就是 爬資料還蠻有成就感 就是寫好一支程式之後 然後我程式讓他跑著 我睡個覺起床 他就幫我抓了很多資料下來 就覺得好像自己人在睡覺的時候 都能夠對社會上有一點貢獻 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不看爬資料 爬資料 爬資料 不斷爬 那下面的網址 就是Running Etow 斜線Data 有收集一些 就是我這幾年我爬的一些資料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些資料 想要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應用 或是想要知道我怎麼爬的 那你就可以就是Email給我 那我也有發起一個釜頭幫的專案 就是釜頭幫就是 因為我們均一畢很喜歡 戲稱砍資料砍資料 所以來砍資料就是釜頭幫的成員 那這補頭幫的專案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怎麼砍資料的 這邊有很多現成的資料 不是政府資料 就是假資料 但是可以讓大家練習看看 就是這邊是幾種政府網站 常常會有的格式 那你可以來這邊練習 也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下面有很多高手有留 他們各種程式語言版本的程式 那我今天攤位也有 就是在外面也有攤位 就是如果大家對於補頭幫 或者是類似所有的專案 有任何問題也都可以歡迎 就這樣攤位 那麼我覺得爬資料很重要的是 爬完資料之後 我們才有road data可以用 有了road data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 有意義的應用 例如說像這張圖 就是財政部官務署畫的那個 用進口輸入的資料 如果你只有財政部給的 官務署給的那些資料的話 其實你是看不出來 沒有辦法這麼容易看得出來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界點 但是由road data把它畫成 把它畫成這樣圖表出來 其實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其實是有變化的 那麼我以前都是爬 可能是文字的資料 數字的資料 網頁的資料 之前我可能都沒有想過說 圖片的資料可不可以處理 但是主要是政治現金 以及一些故事 讓我發現到 其實圖片資料也可以處理 那麼我先來分享一下 國外的故事好了 因為這些故事也是引發了我 為什麼這次現金會想說 用那種方法來處理資料 首先是2009年5月的時候 英國的內閣爆發出了一個 發跳報銷的醜聞 就是那時候發現到說 很多內閣成員 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拿來 就是暴障 然後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那這個東西越鬧越烈 那個時候 後來英國下議院 在2009年6月的時候 他們就在網路上公布了 所有議員的單據 那他們公布的是 公布每個議員 可能每個年份 每個年份就一個PDF檔 然後每一個議員 PDF檔裡面 放了很多張單據的照片 掃描起來了 總共有七十幾萬張單據 那這個字要放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拿到 七十幾萬張單據要怎麼辦 那個時候 衛報的記者 把這些文件全部都丟到網路上 然後並且把它做成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就是 大家可以進去裡面 然後就會隨機出來一張單據 然後讓你來看一下 這張單據 是不是有什麼奇妙的地方 那麼 這樣七十幾萬張單據 在八十幾小時之內 就有兩萬多人參與 並且已經看完十七萬張單據 那單據之後還看到很多 很有趣的東西 例如說 有的議員她那個 有一個女議員 她的老公看色情頻道的暴障也 用那個公款的暴障 然後還有董飼料啊 尿布什麼的暴障了一堆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對英國影響也蠻大的 就是後來 有將近一百多個現任議員 已經為此宣布道歉 並且他們不會再繼續連任下去 然後右邊這邊 是Wikipedia列出來的 所有的議員 他們後來退還的金額 這些單位是歐元 就是後來退還了非常多 大概五百萬多 五百萬歐元左右吧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我覺得對我的影響 就是蠻衝擊到我的 那我覺得說 先不論說文化他們 他們會道歉 不像台灣可能會修法 讓他現場的法化 但是其實靠民間的力量 可以把這種 這麼大量的東西 然後很快找出很多的問題的地方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衝擊到我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是關於Open Stream Map 那Open Stream Map 等一下同一個地點下一場 瑞琳也會分享一下 關於Open Stream Map 相關的訊息 那我這邊就不再多說 那我分享就是關於他的故事 2010年的1月發生了那個海地地震 然後海地地震那時候 那個就是他們 因為地震的關係 那邊災情很嚴重 但是那邊的地圖資料非常的老舊 大概好像已經是20年前的地圖資料 那救災人員進去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說 20年前跟現在路差很多 他們救災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那這個時候 有公司放出了 就是關於海地那邊 近期的衛星照片資料 他放出授權 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這照片 那Open Stream Map社群的人 就開始串聯起來 他們沿著衛星照片 上面看到的道路 開始在Open Stream Map上面描路線 那他們這邊這個影片可以播 這邊是一個時間走 就是從地震發生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看到 每一天畫出來的道路路線 所有的鄉民都是沿著 就是衛星照片上面看到的線 然後在地圖上描 把它描出來 描到後來過了7天之後 那個道路詳細到 連那種就是房子跟房子中間間隙中的小巷 那種不會有入民的東西 也會被畫得一清二楚 於是救災人員拿著這個資料進去 就非常明確地就知道 他們要救災路線 他們怎麼去引導大家的路線 那這個東西也讓救災變得非常方便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 也跟剛剛那個英國議會也很像 其實真的就是有一張圖片出現 然後我們想辦法利用工具 讓群眾的人可以幫忙去解決這個照片 這個圖片 我們所得到的資料 會對大家的人們 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幫助 那我們接下來又回到台灣 那回到台灣 講一下政治政治獻金 那政治獻金可能 可能有人不知道這專案 那我可能快速的帶過一下 就是台灣的政治獻金專戶 台灣有個政治獻金法 是規定說所有的參選人 他參選的時候 他必須要申報一個政治獻金專戶 然後他的所有的收入 所有的支出 都必須逐條一條一條的登記 例如說今天有誰捐錢給他 有哪個政黨 哪個公司 哪個個人捐給他 他花錢 他花在行銷 他花在雜資 花在工讀生 花在哪裡的費用 每一筆都要詳細列出 並且由中華民國監察院來主管 但是監察院 監察院他們那個就是 政治獻金的資料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會包含 譬如說他是宣傳支出 然後他支出給誰 支出了多少錢 幾月幾號發生的 這樣的資料 監察院裡面會有所有的參選人 這樣完整的資料 可是這個資料 監察院在網路上 他只公開就是會計科目 就是譬如說行銷支出總共多少 雜資總共多少 交通總共多少 對於這種戲目 他不公開 他必須要你人親自 跑去監察院裡面 他只允許你週一到週五上班時間 然後年滿二十歲以上的公民 事先登記後進去裡面 就把它弄出來 那其實這樣並沒有很公開 因為你今天要做研究的人 你要進去一張一張 他不讓你帶出數位檔 你只能進去裡面 輸入說你想要查哪個日期區間 然後你要查哪一個參選帳號 然後他讓你在現場印出來後 你只能帶紙本題看 你不能帶電子檔 所以對很多研究的人來講 這個資料很難使用 那之前在 之前在有一次黑客松那時候是 就是有一些公民團 反而是我不要講公民團 因為公民團現在蠻黑的 反而是他們去印出了 就是幾位像馬英九啊 吳敦義啊 那個蔡振遠 他們的政治現金專戶印出來 印出來這樣的資料 總共印出了兩千多頁 十二G的圖檔 放在一個水晶碟裡面 然後拿到均勻B黑客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這個資料 該怎麼處理 那時候交給 那時候我們就很多工人 在那邊搶來搶去說 那我們要怎麼玩這些資料 有人說用OCR啊 有人說 就有人開始try說 各種OCR Google 轉迫 Evernote啊 或者是有那個 那我那時候 我就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Google 的 Recaptcha Google Recaptcha 這個驗證 大家可能都玩過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兩組 它有兩組讓你輸入的 然後有一組 是它程式產生的 譬如像這個 Overlook 是它程式產生的 所以Google很清楚知道 這個字就是Overlook 但是左邊這個字 故事程式產生的 這個是來自Google Book Google Book這個專案裡面 Google Book它的專案是 它想要把很多書本 掃描數位化 然後它 它會用OCR來做 但是有些字 它可能 它的OCR 沒有很肯定這個字 真的就是那個字 那可能這個字 可能有70%的肯定 所以它這個時候 它就會把這字拿出來 都給Recaptcha 所以等於說 鄉民在輸入驗證碼 要留言的時候 就順便也幫Google 驗證了 這個字是不是真的就是moning 如果這個使用者 Overlook打對了 那Google就相信它 其實它這個moning 可能答的是對的 那如果今天這個使用者 是亂打的 它這個字亂打 那可能它這個moning 打的也不可信 所以Google就利用 這個Recaptcha 它就幫忙 它的Google Book掃描 做 讓它掃描更精準 除了Google Book以外 還有包含 那個Google街景裡面 它有時候會拍到門牌號碼 它也會把拍到的門牌號碼 丟給Recaptcha 所以Google這樣子 只要知道說 這邊是使用者 幫它輸入了8001 它用到這個地方 可能是 就是羅斯弗路8001號 那這樣它的Google Map 的地點定位 就可以更加準確 所以Google 這一點其實 我那時候知道Google 用Recaptcha 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滿驚訝的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這政治現金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子處理 是不是比用OCR 人體準確更多 因為用OCR 萬一一個零變成8 可能到時候這樣出來 到時候那個議員 還會說你毀放它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先把圖全部丟到屁層上面去 那時候兩千雙圖就慢慢丟上去 其實就很快 那丟到這邊也是這樣 可以外聯比較方便 然後丟完之後 我就開始研究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做Captcha的話 那麼如果能夠把每個格子 切出來這點是最好的 就是這樣子我給使用者 一格一格輸入 直接給他一張很大的圖片 然後他說DX格DY欄之類的快多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花比較多時間 在研究怎麼去切框線 因為我覺得切框線 其實應該會比OCR簡單多 我那時候是先找到 OpenCV有一個host transfer 他是專門拿來做 就是這種線段偵測的 那其實我第一次這樣做出來 這樣讀 其實感覺還不錯 只是說有的時候 他可能會多幾條線 因為這確實就是他 那個列印的時候 真的就印出這條線出來 所以我一開始 但是拿到這樣的成果 我覺得這樣成果 是不是就可以開始 開始把格子切出來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還蠻悲劇的 就是2000多張圖片 因為那個政治現金的資料 其實還蠻單純 就是他都是九籃 123456789 都是九籃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2800張圖片之後 有1163張抓到不是九籃 就抓到很多條 有的時候是肉抓一條線 有的時候是多抓一條線 所以我那時候 最開始我就是先一張一張看 然後看了 然後一張一張修 但是我發現那有一千多張 我覺得這樣太麻煩了 那時候我就在GNB的RSC上面 跟大家聊說 我該怎麼辦 那時候也謝謝藍永倫 他那時候 他提了說要不要考慮就是 針對這個表格 客製化一個演算法 而不要用原先的那個 那麼我那時候聽了他的建議後 我就看 我又自己客製化一個演算法 那這邊我就比較不多說的演算法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 嗯 那個 我在那個 Running in T&W Data裡面是有分享 就是這個演算法的詳細內容 所以我後來 就拿這個新的演算法 其實準確度就很高 大概是到95% 就是差不多5%的圖片 都會露一兩條線 那露一兩條線其實沒關係 那個 這個人工解決就是OK的 所以我那時候 這樣做完之後 我等於去做完這個切豆腐平台 就是已經把每一個格子都像切豆腐一樣把它切出來了 那 我做出來這個平台之後 我接下來我在那個 Ginny V Hacker Zone 我就提案說 有沒有人願意接手做 接下來Capture這個動作 就是 隨機從這邊抓一個豆腐過去 丟給鄉民為他吃 為他吃什麼口味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為了檢查說切得好不好 我還要把全部 譬如說第一行 第一個這樣全部放在一起 只要看哪一個出現的不是這個字 我就知道我切歪了 我就正正那一張圖去處理 所以用這個方法其實加速蠻多 然後豆腐切好之後 對 那個 關於豆腐切豆腐的演算法 這邊我有放一個demo 所以如果大家寫JavaScript 這邊是用JavaScript寫的 我自己本身是用PHP寫的 但是這邊為了demo 用JavaScript寫的 所以玩JavaScript的人 可以進來這邊看一下這個demo 然後就可以大概知道怎麼切 然後後來就是 謝謝Timothy 他做一個Capture平台 讓大家可以輸入 輸入一次 然後所以那時候是 4月19號 第9次黑客松 這個東西放出來之後 接下來就很精彩 就是24小時之內 2000多份文件 30幾萬格 24小時就被鄉民全部輸入完成 然後並且那個時候 第一波全部 好像也有一萬多人參與吧 一萬多的不同IV參與 然後再過了幾天 甚至 因為大家鄉民打得欲罷不能 幾乎平均每一格 都被輸入了大概五到六次 所以後來 就也有人 就是針對這五到六次去找 因為有的人 會不小心打錯 像我自己也不小心打錯幾次 那不小心打錯 沒關係 那時候 反正有六個答案可以讓我們選 只要選最多人 就是答案 然後後來我為了就是 因為那個 接下來又不斷有一些資料湧入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編輯的介面 就是假如露線的話 我那時候就是會列出來 欸有哪些文件可能會露一條線 或多一條線 因為其實露一條線 多一條線是可以算出來的 然後我再去找他線在哪裡 他不能出來 算了可以跳過這個 所以後續就繼續這樣子 就是人工處理 然後就不斷的就是 產生新的豆腐給大家玩 然後我們後來 因為那個 每一次去印 可能都要印個兩三千張紙進去 那地球都快哭泣了 所以後來為了要節省資源 那個進去掃的業隊長他覺得說 能不能用縮印的方法 於是後來用縮印 一開始先用九張就三成三這樣印進去 然後出來是先切一次大豆腐 切成九塊後再把它切一堆小豆腐 那這樣的確就是節省了非常多的紙張 不過因為那個用九張就有一點那個 解析度會變比較差一點 吸一點的數字有些會看不清楚 所以後來就把它變成二成二 就非常清楚了 那同樣的想法後來安美族語字典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那個 有一本安美語字典 它是1980年方明英教室編的 然後那個 就擁有這本字典的版權 那個什麼工會有功能 他們願意放出 願意放出他的授權 讓他可以被電子化 讓大家可以公開查閱 那那個時候 Miosky他就是想說 有沒有辦法我們可以用 類似的方法來把它數位化 那安美族語字典長這個樣子 就是他前面有 安美族語怎麼唸 然後他的英文是什麼 他的中文是什麼 這樣一行一行 總共好像有九十幾頁吧 那那個 他不像政治獻金一樣 他沒有格子可以切豆腐 那這東西要怎麼切呢 那那個時候 大家就在阿里斯這樣討論 然後那個時候Synthese就提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就是 一直畫一個畫橫線畫橫線 然後看看什麼時候橫線遇到的白色最小 就表示 就表示我們遇到的是艱鉅 那就把它切開來 所以 現在就不是切豆腐 現在是切豆絲 切成一條條的豆絲 然後後來切出了很多豆絲 然後一樣就是交給鄉民 鄉民來看著打 然後那時候還有寫出 阿美族語的歐斯亞說明書 你看到什麼你要怎麼打 於是經過了大約幾個小時 好像也是三四十個小時 就整個字典的數位化就完成了 那這個好像昨天好像也公開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就是阿美族語相關字典的話 可以進來這邊找 然後再來是 我分享一個是 我最近在研究的東西 就是我想把WNS轉換成GOJSON 那WNS是 WNS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一種就是 WNS它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減少傳輸量 就是當你使用者 在留在什麼地方的時候 它才傳給你那個地方 那個大小的精確度 例如說我看整個地球時 它就給我整個地球這樣大小 我今天我看亞洲時 它才給我到亞洲的精細度 所以 WNS的好處就是 今天我假如我在看 整個地球的規模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給我到詳細道說 台北市有什麼像這種複雜的資訊 你給我整個地球的資訊就好 那我看到台北市的時候 你再給我台北市的東西就好 那現在很多網頁服務 網路服務都是用WNS服務 用WNS這種形式的服務 但是在WNS有缺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得到它的原始資料 所以 WNS主要是給人看的 給人家就是做視覺上的比對的 它無法讓大家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麼如果今天能夠把資料 變成類似像GeoJSON這種格式 或者是像比較商業的格式 像Shift File 像現在很多政府知道 它都是用Shift File形式 Open的 如果有這樣的格式的話 我們才可以把它 透過JavaScript 在地圖上 在瀏覽器上 把它畫起來 並且可以使用者多一點互動 所以我是 我是希望說 能夠多一點地理相關的GeoJSON資料 但是政府又放了很多多WNS 所以我想說 能不能利用影像處理 來解決這個事情 那我找到OpenCV有一個 function 叫做BineController 就是找軌跡 那它是可以把一張圖片進去之後 它會幫你找出這個圖片的軌跡的路線是什麼 因為這東西就滿符合我需求的 於是我拿這個就是 我那時候是拿這個 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 我拿它來練習一下這個演算法 就是它可以查詢到全台灣所有的都市計畫的分區範圍 但是它這邊看起來好像是畫在瀏覽器上面 實際上它裡面是圖片疊在這裡 它裡面疊了一張這樣的圖片 所以今天我想要把這個格子抓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拿這個Rodeta做一些應用率 說到底它的面積有多大 它跟哪些地點是重合的 要有Rodeta我才能做這些事 於是我就把這個東西想辦法分出來 那我透過Fight Control 然後我後來再做一些經緯度轉換 然後我就把它轉換成絕路圈 並且在地圖上畫出來 不過這個雖然講得好很輕鬆 但是其實我會遇到滿多問題的 例如說Fight Control它那個 有的時候對於一些就是 中間轉折的比較大的時候 它可能會造成轉折錯誤 造成它可能線去跑進去之類的 那如果在場假如有 其實對這方面影像處理這方面有興趣的話 那也歡迎就是我們時候可以再繼續 就是討論一下 是不是有什麼更好的做法 或者是說有沒有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還蠻多數位 還蠻多地圖資料 它只提供完整地圖 但不提供你 知道嗎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演算法更完備之後 我們可以採用出更多Rodeta 讓大家可以使用 那麼也是希望說 透過今天這樣的分享 如果大家接下來遇到一些掃描圖檔 或者是一些地圖 只要是圖片類的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拆解開來 然後無論是透過群眾外包 無論是透過城市 我們能夠讓大家得到更多的資料 然後就相信Open Data之後 大家也能夠整個社會 也能夠得到更多的更多有益的事情 那請問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有八分鐘嗎 大家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今天就是都有質疑說 就是包括很多人 我們會收到在 就是前端的服務櫃檯 會收到很多人回報 就是關於錯誤跟糾錯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資料庫 是在前端 讓大家可以秀出目前已經 數位化的所有資料 那就是你剛剛是說 我們後端已經可以從最多人輸入的那個比 我們去判斷說這個應該很可能是正確的 那前端會不會打算 就是有辦法從前端 就是讓大家回報錯誤的機制 是有辦法做出來嗎 因為目前好像還是 透過大家去GETAO說 比如說這一個 目前好像怪怪的 對 那 你這邊 因為GETAO大家回報 是比較是線切歪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線切歪現在已經有加嗎 這一個不清楚 對 這個不清楚 但是那個實質錯誤的部分 目前沒有修錯 那個工程師大大有沒有想要怎麼處理 想要實質錯誤的話 大家就直接 因為看到錯誤 就表示內格已經顯示出來 就整個打正確就好 那是因為他是隨機的 就是說 我覺得你有發現到錯誤的 對 我發現到他的那個資料庫本身錯誤了 可是我沒有辦法回去那個 Timothy做的那個介面裡面 找到正確對應的那一刻 現在操場狀況是正確的 所以 那應該是可以再加一個 就是譬如說第幾頁 第幾行 第幾個是有錯誤的 然後再加上回報介面就可以了 可以 那我 過去看上去 現場 我問個問題好了 現場大家有參加這些那個 那個 政治現金輸入的嗎 我幫我們去都不用 不大以上嗎 一半以上 那你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他呢 不好意思 我問你很久遠 因為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 跟公務門的 就是說 合作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取得一些 一些類似會議的議程資料 他可能不是那麼的像XR檔是一格一格的 但他依然會有 他可能會有表格 可能會有文字 這些相關的東西 那就目前有比較動用到蟹豆絲跟蟹豆腐的技術 還是其實用一般的OCR的軟體就可以處理 那如果是用一般OCR軟體處理的話 有沒有建議就是在場或者是直播前面的 就是想要處理這類PDF檔的人 用哪些軟體用 我覺得直接就可以先處理看看的 其實關於OCR軟體我自己本身沒有研究 那我自己其實之前也在考慮說 要不要乾脆拿那個政治獻金的成果 然後找國內各家OCR廠商 來辦個天下第一OCR大活動 看一下台灣哪家OCR的廠商做得最好 那我們以後是不是就可以拿它來幫忙open data 那關於... 好像是... 喔對那個... 除了處理系的表格之外 就是假設是一個會議記錄 比如說我們拿到會議記錄的PDF檔文本 然後它...可是它... 它也是掃描檔 對它也是掃描檔 但它除了文字之外 它可能會有一些格線 然後比方說之前那個... 政府財產申報的相關的資料 就是它是有文字有格線的 然後格線也不整齊 對...所以這個部分有需要動到切豆腐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用一般的程序就可以 我自己本身現在在想做... 因為其實政治獻金的表格是非常單純的 它就是只有九格跟... 它沒有那種合併組成格 所以其實當初做切豆腐是很好做的 那我現在自己也是找空閒時間 我想要把切豆腐這個東西 把它general一點 就是遇到什麼樣形式的表格 只要表格不要歪得太誇張 都能想辦法把它切開來 那這是我目前還在研究的部分 只是說可能時間上是沒有那麼快 那麼...會建議說如果... 如果這個東西能夠... 能夠就是交給群眾的外包 譬如說切的部分 因為假如表格不多的話 切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一兩個人先人工處理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 每一個一個分開 然後再交給大家 管工案件來輸入 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不好意思 大家... 因為我要補充他... 他剛剛的問題 所以... 出生人的特選 那個... 其實... 當初Roni把東西丟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很訝異 因為我... 我少過那個... 台大的預算書 我一個人一個晚上 我就可以把台大的預算書 整理找完 然後矯正完畢 因為他那個... OCR他有個好處是 他錯的地方 永遠都是同樣錯那幾個字 所以你只要... 找出前面大概錯... 幾%的字 錯字之後 後面你丟一圈之後 就是... 可以很快用... 那個... 取代的方式 把它全部修完 所以修很快 那我看到Roni把成都... 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 繞了很大一圈 他明明... 東西... 塗檔丟給我... OCR的話 我可能一個晚上可以處理掉 要說一個... 一個... 一個... 半個米帶好了 那... 說不定... 一個禮拜...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處理完了 可是他繞了很大一圈 他把所有圖全部拉進來之後 全部把它切開 那... 其實... 這一場的重點實際在講的是這個 而不是OCR 而實際太簡單了 所有的軟體大概是 他們說大概... 95%以上的... 正確率可以辨識得出來 因為在網上的話 那個代價太高了 所以他們不會去... 那重點其實是... 他透過整個過程... 各位... 在場... 50%以上的人 全部都進來參加了 我覺得這才是... 這場協作最重要的地方 他繞了一圈之後 他找了一個... 對我們來講... 非技術人來講的話 是一個叫做... 很困難的路 但是... 這條路走過去之後 接下來... 剛提到的... 不管是未來的東西 他可以... 每次都丟出來 每次都可能有上萬的 兩萬人... 三萬人... 過來其實幫他做 我覺得那才是... 所以... 或許不是要回過來考慮說 要不要OCR-OE 而是說... 在整個計畫裡面 能不能透支的方法 很多人一起... 揪進來... 一起來共同行做這件事情 好 下一句問題 等一下... 剛剛... 剛剛前面有... OK 好... 好... 我忽然想要一個有趣的應用 就是這個... 切豆腐和老地外語包一樣 就是我們... 我們這個... 上街遊行的時候 統計這個遊行的人數啊 通常都不精確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一根空派獨拍下來啊 然後去切 然後分給大家 去憋身的說 欸... 這個... 人是有多少人 我們可以... 我們是不是可以估算 男生女生年齡 好... 怎麼這麼說啊 其實你也會有趣 像... 之前是那個... 有一架飛機不是掉到海裡 那個時候好像也有 就放出那個時候的... 就是... 碎落前的衛星照片 然後交給大家來 就是... 每個人分工的部分 看你們能看到那個飛機殘骸 我好像沒找到 還沒找到就知道 這邊... 請問這位先好不好 好... 那不好意思 那個... 只是剛才聽完了以後 我覺得... 很可惜 那次沒有參與到 只是也是... 可能覺得有點小小的遺憾 就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可以公開的 那...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透過 尤其是現在GNV 以及相關的... 團體 現在都有... 足夠的力量 甚至政府也已經開始重視 然後甚至跟政府對話 透過這些成果 然後要求說... 比如說像... 我們明明可以拿到一個 完整的可能CSVD檔 或者是Excel的表格檔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去 應了兩、三千頁以後 然後自己再來分工 這個... 對... 大協作當然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我覺得... 這個基本上應該回歸到最後 是... 它... 既然我們都可以公開的東西 那就不代表說... 就是我們公開完 有沒有被... 被... 觸罰的問題 那就代表說... 它可以直接給... 那它為什麼只能給自論到 對... 是不是能夠透過說... 我已經現有的成果 再回頭去跟政府講說... 你給我們更多的話 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可以更多 這樣子... 謝謝... 現在那個... 政治獻金團隊 以及就是... 工都盟... 大家都有在討論 就是怎麼樣... 能夠直接去跟政府聯繫 然後... 並且能夠... 希望他們能夠實際上 以作法上改變 那目前體驗很多方案... 例如說... 我們以... 節能減碳... 救地球為理由... 需要減少那個... 資本的值能浪費... 所以... 是不是... 你至少能夠給我們... 電子檔... 但電檔是印出來的PDF也可以... 但是電子檔... 那我們這邊要切... 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 最好政府能放弱電塔... 這是我們最希望的... 只是說... 在現在的情況... 有時候... 我們... 還沒有那個壓力... 可以推動到政府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只能... 用這種話的資歷救濟... 謝謝... 這個我也能補充一下... 這邊... 國發會的人... 有在嗎... 喔... 不在了... 這講那麼壞話... 其實... 我們有跟國發會... 有談過這個... 這方面的問題... 那... 回歸到最基本... 我們有一個人叫... 政府資訊公開法... 但政府資訊公開法... 裡面有... 只是說要... 上網公布而已... 沒有說公布的形式... 所以在未來的話... 我們希望在半年內... 或者說... 盡快... 能夠在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例如再加上一條... 類似的規範... 要求說... 所有上網公布的資料... 你都要提供一個... 例如說... 類似開放資料一樣的... 完整... 和下載... 的格式... 讓它可以使用... 那這樣的話... 或許... 我們就不太... 不會再需要說... 就可以... 全心全意來找... 來算人數就好了... 對不對... 算人數... 處理一些歷史資料... 不要處理這種... 本來就已經數位化... 對... 對... 好像把一個義大利麵裡面的麵洗乾淨... 然後再拿那個麵來做東西... 好... 時間... 剛好... 所以... 大家在... 還有一位... 還有人要問嗎... 好... 最後一位... 我講... 抱歉... 沒參加你的寫說... 可是我覺得... 你講... 這... 我非常呼應... 剛剛那位... 那位先講... 我們那麼珍貴的... 這個... 駭客的這些... 技能跟寫... 進來去... 在一個不公平的規則裡面... 得到自己一些樂趣... 因為... 真正的問題是... 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假暴... 我們現在在這邊不舒服的... 很大一個原因是... 就兩黨的這個... 有一個有黨產... 一個沒黨產... 然後有選舉... 有錢的人跟沒選舉... 沒錢的人選舉... 它很多的嘛... 所以... 我這邊提供一點點的經驗... 就是說... 我覺得協作... 有的時候還得... 一些實地的協作... 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不覺得... 香港的這個選舉... 出什麼樣子... 香港會計師的制度很發達... 他們候選每一個... 譬如我在... 印刷場的發票來的... 一萬張海報... 這海報有流水號... 所以你萬一這個... 流水號超過... 有超過一萬張... 外面的一張牌... 你就會被拔很高的... 這個拔板... 齊子也是... 或者什麼也是... 就是我想... 請大家來想一想... 尤其說... 你這樣... 有才華的... 你先想一想... 我們如何在資料裡面... 不是去... 第一爆一兩個... 他去買... 買狗飼料的... 一個小料... 我們如何能夠... 揭露出那個... 冰山下面的... 社會的不公正... 尤其是黨產... 尤其... 我就很想問問你... 你知道... 他甚至... 一場狗飼料... 只是約上... 你覺得應該多少錢... 我怕那麼多人... 去找這些資料... 他說... 你有沒有辦法... 用一個... 比對的方式... 為什麼... 就是說... 類似上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就是... 後面還有一個... 那個... 勞作的過程... 是一個矩陣... 或者甚至是... 現場查核... 甚至一部分的那個... 所謂... 集合的這個... 這樣的技術... 應該用進來... 這個對台灣... 其實... 應該會乾淨很多... 謝謝... 像剛剛這個問題... 我覺得... 把Rotea抓出來很重要... 像是... 例如說... 我們這次的市長... 台北市長選定... 我們會看到... 有一邊廣告打很兇... 另一邊廣告... 沒什麼廣告... 那我還蠻期待... 就是... 明年一月的時候... 放出來的政治現金... 資料中... 就是... 某一個陣營的廣告費用... 會爆多少... 那如果到時候... 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 一比一比... 為什麼那個... 時間點... 某一個廣告打很大... 但是卻沒有看到... 類似的... 對應的爆炸... 那我覺得這樣... 一對一比起來... 靠大家的力量... 一對一比起來... 應該是可以抓到... 如果現在就能開始... 幫他技術的話... 就會比較好... 不過現在是取得不到... 對... 對... OK... 那... 明天... on conference的話... 開放政治現金的... 那個... 專案... 也會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可以一起... 共同參與寫作的活動...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明天可以一起參與... 那之後的蒙點鬆也會有... 所以大家如果興趣... 也可以... FollowFacebook上面... 開放政治現金的專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